那我的家庭也是就是有拜神明這樣子 那從小到大每件大事都是要問過神明之後才能拒絕這樣子 就是甚至找工作那考試念哪一個科系都這樣子 對那我第一次進教會是因為那個元月傳道帶我進來住那領養堂 可是我只來過兩次我就失蹤了 然後就是後來就是因為我現在的女朋友她剛來除男 然後她說她想要找教會 那我想說我之前有去過那個領養堂 我帶你來這樣子 那就是之後就變成說從一個就是陪她來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有本來我跟我女朋友今年要計畫要結婚 那可是一開始就是遇到很多的阻礙這樣 那我們連說就是後來我決定就是開始固定參加主日固定聚會 那從中有零售到神給我的一些愛跟話語 那還有我們現在是上了婚姻的VLOG和神 那我也相信就是神的安排讓我更多的時間然後去了解祂 然後知道祂對我們的愛 所以感謝主然後帶我回家這樣子 謝謝主 我會一直說齁今天是正主歸松的日子 阿門 這是真的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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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